主席 我們立法院同仁 還有這個 這個 外交部的同仁 大家好 我們先請外交部長 楊部長 那楊部長請 喂您好 您好 那個楊部長 剛剛您有聽 談到這個 除了這個 一個是免簽證 是 那免簽證的國家 昨天我們跟那個 南非共和國 一起在立法院 這個五院的時候 我們也跟他這個 反對黨的領袖 提出來這個問題 那我不曉得當然 我們要跟他免簽證的話 當然我們是希望說 能夠跟這個國家 對我們來講比較有利 那如果說 這些國家 老百姓進來我們 台灣 都是做了一些比較不合法的事情 當然我們不希望跟他免簽證 因為這個是付費的 對 那我不曉得南非這個國家 我們如果跟他免簽證的話 對我們來講是好是壞 我們要從整體國家利益來考量 當然方便我們國人到南非去 觀光旅遊 這個經商 或是求學 這當然很方便 但是 就像剛剛您提到一樣 我們是他會對方要求付費的情形之下呢 我們就要考慮了 是 因為每一個國家的國情不一樣 齁 那麼這個 互相國人之間啊 這個互相往來啊 這個 外國人跟我們國人之間互相往來啊 對我們的衝擊 對我們的好處在哪裡 我們整體國家利益在哪裡 這要列入考量 好 請你們考量一下 如果說真的 呃 對我們來講 如果南非跟我們免簽證有好處的話 是 這一位 反對黨領袖好像說 似乎 可以幫上一點忙啊 是 這個是 再跟你提供參考 謝謝 另外您講到這個駕照的問題 是 當然我會很希望說 我今天 到了美國去 我能夠不需要考駕照 我就能夠用我們的駕照 換取當力的駕照了 是 那 呃 19 80年的時候 我到美國 那時候還不可能啦 那還好 就是說那時候 免試啦 就是說 這個 不需要再 那個 用那個文筆 來考試 但是呢 入考一定要考 要考了兩遍才過 當然如果說 如果有這種互惠的話 是最好 但是相反的 相反的 我要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說 現在目前為止 譬如說 如果有一個加州的基民 他 也拿到加州的教士 直到 他回來了 那他爸爸媽媽 都是我們 中華民國的嘛 那他本人也在那邊出生 但是他出國以前 沒有拿過這個駕照 那這樣他回來 是不是可以免 免考 就可以 申請到駕照 這一份我要可能要問一下 我們交通部的這個 呃 監理單位啦 是不是能夠問一下 因為這個對很多 我們這些華僑子弟 齁 來講齁 他們也是一個 非常好的 這個 互惠的情形 因為呢 很多人是說 拿了美國的駕照 或者是加州大的駕照 結果回到這邊來 一下子好像 不曉得從我半起 齁 我剛剛得到的資訊 我的同事 這個經貿司司長 剛剛跟我講 說他的太太 從美國回來也是這樣 情形 結果他拿到我們的中華民國的駕照 不需要考試 不需要嘛 不需要 加州的 好 那這個就好消息了 這個我可以馬上跟那個 一些這個僑胞 講說有這種情形 這個可能還要跟那個監理站在求證一下子 求證一下子 好 是不是透淺啊 不是透淺嗎 沒有沒有 不是透淺 好 那就請這個外交部員能夠 朝這方面來進行 因為直接我們第二代 很多都長大了 那他回來 台灣服務啊 結果他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開車子 那這很不 很不方便 那另外一個 我要再跟您請教一下 我們這個國會外交 那目前就是說 我們有很多的這個 呃 因為目前就是說要做活路外交 那 國會外交也是其中之一的 當然國民外交也是啦 另外黨對黨的外交也是啦 那我們的國會外交經常我們會邀請對 對方的國會議員來訪問嘛 那目前我們 有沒有進行要對 紐約州的兩位議員 來 眾議員 來到我們這邊訪問 一位是 呃 長島 叫納州康蒂的 Pieter King 那另外一位 也是 橫跨長島跟 Quins的一個叫 Gary Ackerman 這兩個人好像蠻重要的 那Pieter King是國土安全 部門的一個成員 那這個 牽涉到我們免簽證的問題 如果說國土安全部門能夠 如果說我們這個地方 跟他們要搭乘這個免簽證 的話 那可能會比較快一點嘛 那Gary他是 好像是中東那邊還是以色列那邊的 目前的一個主席啊 那好像也蠻 蠻重要的齁 那很久他們都沒有來了 是不是我們外交部有這種打算 是 剛剛委員提到的這兩個人 他們都是國會議員 那我們會請那個我們駐美代表處啊 以及駐紐約辦事處啊 加強跟他們聯繫 那麼在合宜的時間 邀請他們過來訪問 好 謝謝齁 另外那個 我想要先請問你齁 十一月十二號到十四號 馬上要舉行APAC了齁 那我們在國際上的能見度跟 能夠參加的會議 比較重要的也是這個嘛 對不對 那目前我們每年都為了這個 領袖的代表人 當然我們領袖能夠參加是最好嘛 那沒有的話 領袖的代表人很重要啦 那不曉得目前有沒有 這個 人選出來了 有關我們參加APAC 非正式領袖會議的這個領袖代表 現在還在這個高層這個 考量之中 是 應該會很快就確定 那麼另外跟您報告就是 新加坡也會第二次派遣特使來 那麼親自來再邀請我們這個總統啊 派遣這個領袖代表參加這個會議 好 那我跟您請教一個問題是說 泰國齁 目前跟我們的關係怎麼樣 泰國跟我們的實質關係相當密切 相當密切 但是在 正式的這個交往方面啊 當然也有一些進展 可是 當然還不是完全符合我們的要求 是在過去那幾年啊 好像是說 以前那位總理塔幸 好像對我們比較不友好嘛 是不是 對中共那邊比較 來得比較密切一點 那現在好像換了一個總理嘛 那這位總理 我們不曉得有沒有想要跟他touch 跟他接觸 對我們來講 好還是壞啊 當然是我們盡可能啊 這個 跟這些重要的 重要的這個 國際間的政治領袖 泰國的政界領袖啊 要建立關係 這是我們的方向 我們的目標 我們都很希望 有沒有規劃說 這一次如果我們的領袖代表人 到了新加坡之後呢 不管是公開的場合也好 私下的場合 能夠跟泰國的總理 會談或者是 我們領袖代表到新加坡去啊 我們會安排一些高層的 跟其他國家的領袖啊 做這個雙邊的 或是其他方式的會面 是 那麼我們不排除 跟剛剛提到的 泰國的這個總理啊 來見面的機會 但是事實上安排的情形 還要看當時 這個我們住 這個 我們住這個 這個新加坡代表 還有新加坡政府 他們籌備這次會議的這個 單位啊 來這個協助 是 行行這個到時候才會確定 我想 我們跟新加坡政府的關係 應該也不差啦 是 那 主辦國的這個領袖是 非常重要的啦 是 如果他能夠說 集中幫忙的話呢 是 應該很多事情 都可以做得成嘛 是 所以我們這個新加坡代表出去 會非常重要啦 是 可能就需要他們幫忙 那另外黨對黨 那 那 泰國好像目前的這個執政黨 是叫什麼黨啊 泰國的那個 目前的執政黨 民主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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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好像幾十年來都執政嘛 那一直到過去塔姓執政的時候 才換成另外一個黨嘛 那這跟我們台灣有點相像嘛 台灣也是國民黨執政了好久 然後 過去八年就換民進黨的執政 那現在又換為這個國民黨執政嘛 那我們這個 國民黨如果跟這個民主黨 能夠有所交流或合作的話 您看怎麼樣好不好 我認為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好 我們非常鼓勵啊 除了剛剛提到的國會外交以外啊 政黨的外交 政黨跟政黨之間的聯繫 非常之重要 是 我們非常這個感謝啊 有關這個政黨方面的聯繫啊 來幫忙我們促進 跟對方的加強的關係 好 那 那這個APEC問題我就問到這邊啦 是 那麼我們這個聯合國的問題 因為我從聯合國的所在地過來啦 是 那以往也在那邊看了好久了啦 那 那這個 聯合國呢 當然 目前來看啦 不管你用什麼名義要進去 大概都很困難啦 但是 我們今年就是變成就是說 不主動的去 在那邊 跟他們這邊正面交鋒嘛 那從別的這個機構來 那有什麼方式啦 就是說目前 外交部做的方式是有哪一些啊 就是說 除了這個我們正面申請之外 對 第一個當然我們選定目標就是這兩個 這兩個 這是 國際民黨組織 第二個是聯合國氣候變化 剛要公約 那麼這個 締約國方的 締約方的這個大會 那麼 現在做法就是請我們的友邦 請我們的友邦 在聯合國大會裡面 替我們發聲替我們禁言 第二個階段 就是從這個月 十月的這個中旬開始 現在實際上已經進行了 就是聯合我們友邦的這個 駐聯合國的代表 來聯署 然後這些信呢 寄到這兩個 這個組織跟這個 會員 立約方的這個駐聯合國的代表 寄到那邊去 把我們的訴求 告訴這些國家 各些會員國 第三個階段 如果需要的話呢 由我們駐聯合國的這個 這個聯工的小組 負責聯合國事務的這個大使 寫信 給這些國家的 還有這兩個組織的秘書處 來幫忙我們 這個進行 成功的機會多不多 這個我們是 審慎的信心 審慎的信心 審慎的樂觀 因為一件事情的推動 不可能是一觸可擊 我們也不可能說是希望 今年能夠成功 希望是這樣子 但是是不是能夠成功 這個 我們沒有辦法很確定 對 可是 行員做 我們一定要踏出第一步 第二步 然後達到我們要走的方向去 對 這個是很重要 那就是說 有沒有 因為剛剛您談到說 外交嘛 那很多 親民之下 要請這些外交人員下鄉去嘛 那就是有一點像 外交跟戀政 稍微要結合了 以前外交好像只管外交 也不管國內的情形嘛 是 所以當地這個 聯合國當地的這個僑胞啊 我想應該 可以拍商用場了 是 不曉得有沒有 適當的 情形跟 機嫌之下呢 我們這個當地的僑胞可以幫上忙的話 是不是也可以請他們來 稍微幫個忙 當然可以 我們很希望這個 國外的這個我們僑胞 我們台商啊 運用他們的影響力 讓我們的訴求啊 廣為 讓我們在國外的 國際有人知道 這是 全民的希望 讓他們了解 這不只是我們政府的期望 是我們所有僑胞 台商在海內外 一起的期望 好 謝謝您啊 祝您這個一切順利 謝謝